犯戒和负罪 佛陀在增之部 Dukkarita, Vipakka, Sutta, Anguttara, Nikakka 经中这样说 朱比丘若有众生喜好杀生 将堕三恶道 地狱罪 饿鬼 畜生行 若生人中 寿命极短 朱比丘若有众生喜好偷渡 将堕三恶道 若生人中 行遭破财 朱比丘若有众生喜好贪欲 将堕三恶道 若生人中 仇恨处处 朱比丘若有众生喜好妄语 将堕三恶道 若生人中 将受人诋毁 朱比丘若有众生喜好良舌 将堕三恶道 若生人中 仇恨处 若生人中 若有众生喜好遗语 朱比丘若有众生喜好遗语 将堕三恶道 若生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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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智慧 若有众生 若生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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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单以追贿所犯的恶 这样将不会生效的 佛陀说到 假使一个犯错者 了解到他自己做错事 或者违背了宗教的原则 假使他决心惩罚自己 以求防止另一个错误发生 这样这个犯错者 就能够向圣道进行 佛教不认为犯错者 无办法赎罪或者更生 佛陀认为这个世间 充满无知更甚于污点 充满不如意更甚于难以驾驭的欲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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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